評審好 我們是海事群創意組 作品名稱是簡易的淡水執照機 作品的創作動機是因為我覺得 海上的工作比陸地上來的還要危險 人員安全的議題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作品的用意就是希望 能在海上遇難時 也能使用我們的作品造水飲用 增加我們存活的時間 我們的作品是使用蒸餾法的造水機 現今多數船舶使用的蒸發造水機都較為大型 且主要功用是當作日常水或冷卻水 較不適合用在飲用的方式 而我們的簡易造水機是可方便攜帶且能在救生體罰上使用的簡便器具 雖然收集到的水量相當有限 但只要能收集到 相信便可大大的增加存活的時間 其原理是將 另外氣具內的海水以最原始的方式蒸發 便能使用氣具上的蓋子 收集到蒸汽並飲用 我們的材料主要是由不鏽鋼碗 無鏽鋼碗它上面還要鑽洞 使海水流入 在無鏽鋼碗內放入寶特瓶 它作為容器用 還有我們還會放保鮮膜 使保鮮膜變成錐狀的樣子 入蓋在上面 讓海水蒸發時能用保鮮膜收集起來 然後並流到中間的寶特瓶容器中 這些材料我們都是第一次接觸 所以在使用上 我們還有一些的不了解 造成過程中 部分材料的損毀及浪費 製作時的損毀也使 作品在美觀上稍有瑕疵 但作品的功能性是成功的 其作品的實驗結果 也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想法 從一開始找組員製作時的想法 即構思組員間必需的女性公共和分工合作等 對我們來說都是各種挑戰 過程中學習到的該如何做 才能使這個團隊更加的團結 並將團隊精神發揮到零零盡致 這些才是最可難得的 是最珍貴的東西 謝謝評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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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